琼瑶眼中最好的紫薇不是临心如日前,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。 即将强势登陆,从热度与规模来看已然鲜声夺人,节目将挑选出30。 为实力不俗的熟灵女艺人,打破界定风格,经过激烈角逐,最后选定。 其中五位强力成团,正所谓,后浪入海与前浪一起奔涌前行,年龄和时代的壁垒就此打破。 30位既定人选名单中,36岁的海陆也在队。 列治中,从官宣海报上来看,海陆依改平日温婉柔美的风格,一起黑。 色华丽长裙,仅显高贵典雅风采,烈焰红唇,功气十足,眼神坚定过。 感恩,巨大的气场瞬间喷波欲出,反转了之前白月光的单一形象。 正所谓自信是女人最好的武器,这样的海陆着实更为光鲜夺目。 我,不是一个爱争的人,特别容易随遇而安,行走娱乐圈多年的海陆。 经常把这句话放在嘴边,而其实海陆这种骨子里透露出的温柔感是厚。 天养成的,跟大多数女孩一样,海陆身上也有不为人知的倔强和韧性。 有着可以自洽的棱角。 童年时期的海陆开始学习舞蹈,恰逢天真舞。 邪的时代,海陆的孩童天性也被释放。 当时在排练过程中,海陆经常和同学打闹嬉戏,而被老师视为眼中的麻烦学生。 海陆,你要是在逃,我就把你从楼下扔下去。 老师焦灼愤怒的稀落声,贯穿了。 海陆的童年时代,仔细想来,这与成年后乖巧温柔的海陆很是违和。 可以看出多年来的魔力和历练,让海陆的性格变得更加柔软细致。 第一,水不漏。 只是有一样特质至今还在海陆身上留存,那就是坚韧和顽强。 小时候的海陆开始学习钢琴,因为活泼好动,老师对她并没有觊觎。 希望,总觉得这个女孩是三天打鱼,两天晒网毫无定性。 但是后,来的海陆却让老师成功改观。 每天放学后,海陆都会拿出五个小时来。 练琴,练到指甲盖劈开,手指肌肉酸痛。 正如海陆后来回忆的那样。 自己当时的心境很明晰,就是想证明给老师看我能做得住,我能学。 好一样东西,就是凭靠着这股劲头,海陆用了三年时间考过了钢琴。 八级,除了与生俱来的天赋外,更多的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强。 意志。 后来,海陆将这个秉性完全延续下来,在拍摄还猪哥哥的。 时候,海陆也是剧组里最能吃苦的那一个。 整个拍摄进程紧凑且兼具。 剧张瑞透露每天睡眠就只有两三小时,在如此高负荷的重压下,剧。 中饰演班杰明的演员一度崩溃大哭,李胜还直接劳累到休克。 在 看看另一边的海陆,整整八十集的剧本,他全程一字不落地照抄了一。 变,就像他所说的那样,因为太过疲惫,他生怕自己记不住台词,言。 误拍摄进程,也不愿意太过机械化地去死记应背,那样呈现出来的笑。 过缺乏情感和温度,最后他选择用这样的方法去应对。 实在困乏道不。 行,海陆就开始吃东西,以此来振奋自己的精神,这部剧整整拍摄了。 九个月,海陆也是硬挺了九个月,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和委屈。 对于 寒露而言,环珠哥哥的角色挑战难度是巨大的,毕竟猪语版本在前,而且他饰演的紫薇是古装女角色中的天花板,当时得他上市。 新人,他只能奉行情能捕捉的信条,一点点地去填补角色中的血。 肉 这版环珠不出意外地招致了不少抨击和质疑,尤其是和林心。 如相比,海陆版本的紫薇已然自成一派,缺乏了之前的灵性和机。 质,反倒显得有点呆萌和娇憨,但是事后琼瑶老师对海陆的表现却是 赞不绝口,声称海陆的表演是一道清香的茶,味道越来越好,又回 甘的感觉。 外界的恶意从未断绝,海陆也体验了一把朝黑体质 的滋味,在综艺青春同学会中,作为海陆同班同学的郑凯,一度 给海陆起了个外号还坚强,因为坚强两个字在他身上体现的 淋漓尽致。 参加真人秀节目,环境恶劣艰难,环节也是显向欢声,其中海陆还被要求穿上 瘦皮,光脚走路,吃生肉,每一关似乎都在挑战极限,但即使如此,海陆依旧不屈不挠地 完成拍摄,在镜头面前也没有大倒苦水,反而异常乐观地说道,后面我们有 有奖励环节。 奖励一个小时的休息,或者泡下温泉,住下酒店,都会觉得太幸福了。 这样的海陆着实是苦中作乐第一人。 从环珠开始,海陆在赢。 牧场不断突破自我,从因为爱中刚强痴心的角可心,到独孤。 皇后中历经磨难,初心涌驻的北周皇后阿什纳颂。 她在不同角色中自如切换,背后的质疑和抨击声依旧不绝于耳。 在很多方面,海陆深切体会到招黑体制的不幸体验,在综艺节目中,每当被提及着。 翻经历,海陆倒是显得颇为淡然,还自我调侃道,我现在也习惯被黑了,不被大家黑两句,反而会觉得,哎呀,我是不是被遗忘了。 将一切化繁为简,脱离浮躁,战胜软弱,人生才能真正得到沉浅。且, 并且进去感觉,脱离往内心标一路,专案。 员将写定了的一路。 新来年工作很高的专案。